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本章课程的一个最后的实战任务 这也是我们本门课的最后一个实战任务 我们的任务就是寻找普通苹果与其他苹果 弗莱老师之所以选择这一个任务作为我们最后一个任务 是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 首先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任务它比较有代表性 因为这个任务看上去其实挺简单 但是你去完成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得到的效果总是不太好 完成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然后我们这一个数据也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首先我们这个数据的样本数很少 总共只有30张图片 这也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你去收集数据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总是想要更多的数据 但是你会发现挺难的 那有的时候你的数据量会比较少 好,除此之外 我们这个任务其中的一些标注样本就是更少了 只有三分之一的标注样本 就是只有十个样本是标注了的 那我们实际上去完成一些任务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监督式的一些算法任务 也就是说你的样本里面很多都是有标签的 但是其中的很多标签可能是错误的 或者说只有部分标签 那我们这个任务里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只有这个普通苹果打了标签 而且只有十个样本 除此之外 我们这个副样本数还没有办法穷尽 就是我这个副样本的苹果 其他的这种苹果 它的类别都是不一样的 奇形怪状都会有 那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我去搜集数据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你可以搜集很多正样本的数据 它可能都长得差不多 但是这个副样本呢 你可能都是有千奇百怪的这种异常数据 因此呢和我们这里呢 也是有一定相似性的 另外呢 我们这里也涉及到了 现在非常常见的一些这种机器视觉的图像处理技术 这个是关于我们数据这一部分 另外关于我们这个模型这一部分啊 就是我们这一个模型 它会涉及到我们的监督式学习算法 另外呢又会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而且我们这个机器学习这一部分呢 又会有一些这个数据降维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些预处理 那这一些技术啊 在我们以后的这一些 大家的接触的一些任务里面 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些技术 这也就是为什么 Flair老师会选择我们这一个任务 好 那我们这个任务的一个基本要求呢 也已经和大家介绍过了 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一个代码环节 我们先切除我们这个代码界面 那这里呢 我们这个任务呢 又再进行了一次描述 那首先就是我们要去 把我们这个数据样本加载进来 然后加载进来之后呢 因为我们只有30张图片 我们要进行一个数据增强 好 我们先切到我们的这一个就是文件夹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 我们这个是在original data 就是原始数据里面 你看我们总共啊 只有30张图片 而且呢 虽然我这里已经看上去 我人也是能判别出哪一些 就是我们要的这种普通苹果 但是我假设 我实际上 Flair老师给你的这个标签啊 只有这个4开头的 这10张图片是有标签的 而且是普通苹果 就是你给计算机的时候 计算机就知道 这10张它是普通苹果 其他的呢 你都是不知道 它们是什么类别的 好 那我们这里啊 首先要把我们的这个图像呢 进行一个数据增强 数据增强的这个方法呢 以前也教过大家了 就是在我们的这一个 课程的一个实战准备环节 那我们首先要做一个数据增强 也就是我们数据扩充 好 那我们引入相关的包 from Keras preprocessing 对吧 预处理 然后呢 它里面会有一个这个 image data generator 这样的一个模块 好 我们先把它加载进来 我们这里 from Keras preprocessing 然后下面呢 我们对应它的这个 image模块下面 我们就引入它的一个 image data generator 然后我们就要定义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 要加强的这一个文件 它对应的一个文件夹的路径 那我们这个路径呢 就是这个文件夹 下面的original data original data 这个文件夹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 图片加强的路径吧 图片加强的文件路径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设置一下 我们的这个存储路径 就是我们这个 destination的一个path 那我们呢 就是把它存在这个 generated这个data里面 好 我们可以先切出 我们这个文件夹 再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给到大家的 这个原始图片 对吧 original data 然后呢 这个有我们这个 generated data 这里面是空的 我们待会可以把这个 加强的文件 这个图片存在这里面 那这里呢 辅料老师给大家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进行这个 图像增强的时候呢 它必须得是我这个 文件夹里面的一个子文件夹 因此你还不能直接 把这个图片放在这里 而是呢 我们要新建一个文件夹 好 我们就新建一个文件夹 那我们呢 就直接命一个名字 就是4吧 因为普通苹果呢 我们是4开头的 对吧 就任何我们4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些图片 给拷贝进去 我们这里10张图片 对吧 4-0 4-1 我们按shift键 然后4-9 好 这10张图片 我们把它复制进去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拷贝到 这个文件夹里面去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对 这个文件夹里面的图片 进行一个图片增强了 为什么我们不对 其他的图片进行 图片增强呢 因为其他的这个类别就是很多 而且没有标签 那我们这里就不太大 进行图片增强了 而且我们会希望 我们这个正样本会多一些 因为正常来说 我们就收集图片啊 正样本肯定占比是比较多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进行一个 这个图像增强的一些配置 好 先创建一个实例 然后就是image data generated 然后里面呢 我们就要告诉他 你希望怎么样去增强 你的这个图片 比如说 我可以进行一个旋转 然后呢 我可以进行一个平移 平移的范围是10%对吧 然后呢 我还可以进行一个 垂直方向的一个平移 平移的一个比例呢 0.02 那这个数值啊 大家都可以自己进行一些调整 那我们这里呢 可以参考Flare老师的 这个配置方式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旋转 我们就是水平旋转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 垂直方向的一个旋转 Vertical Flip 然后呢 也是Chill 那也相当于我们 可以旋转 可以平移 左右平移 上下平移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水平的翻转 以及垂直的一个翻转 那另外呢 我们还要再设置一下 我们对应的一个文件夹 它的一个路径 把它加载进去 Data Generation 那就是从这个文件夹里面 读取 Flow from Dictory 然后我们把这个路径 给到它 另外我们要告诉它 你希望增强之后 这个图像它的一个尺寸是多少 224乘224 这是我们这个VGG16所要求的 好 那另外呢 我们要告诉它 每一个批次可以产生 多少张图片 那就是这个Batch Size 我们可以设置成2 然后呢 我们还要设置我们这个 存储的一个 对应的一个路径 那我们就是把它存到 这个Destination的一个路径里面 然后最后呀 我们还可以在我们这个 图像前面 加上一个前缀 Prefix 那我们这里呢 就是叫GEM 就是意味着 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图片 然后我们再告诉它 你希望生成的这个图片的 一个类型是什么 JPG的文件 最后呀 我们就直接进行一个循环 4r in range 100 循环100次 那就意味着 我会100乘以2 就会有200张图片 然后我们就直接运行一下 我们确认一下 就是我们首先 这个文件夹是这里的文件 怎么有10张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10个项目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存储路径呢 是这个GEM data 对吧 这里面是空的 好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首先你看它说 发现了有10张图片 然后呢 它是属于一个类别的 对吧 没问题 如果我有两个文件夹呢 它就说属于两个类别 已经进行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到这里面 就已经有200张图片了 对吧 200个项目 这个就是我们新生的这个苹果 你看 这些苹果啊 其实看上去 也就是和我们普通苹果挺像的 对吧 但是呢 你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些变化 就包括它有一些 它有一些翻转啊 或者说有一些 左右的一些平移啊 或者说有一些 就稍微的一些小角度的一些旋转 好 那这个时候呀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增强的这个图片 拷贝到我们的这个训练数据文件夹 现在这个文件夹是空的 把它拷贝过来 另外呢 我们把弗雷老师提供给大家的原始图片呢 也给拷贝过来 相当于我们会有200张再加上30张图片 就是230张图片 好 我们拷贝过来 拷贝完之后 相当于我们这个图片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到位了 你看我们这里总共有230张图片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进入第二步 就是我们要去实现一个单张图片的一个展示 以及单张图片的一个特征提取 那为了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单张图片的一个轮廓提取效果 以及展示效果呢 我们先把单张图片加载进来 load the data load the image 好 那我们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文件夹里面 是已经有一张图片了 就是1.jpg 我们直接把它加载进来 我们先引入相关的包 from keras preprocessing 然后下面这个image的这个模块里面有一个 import load image 然后呢我们还再引入一个我们这个image to array 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图形啊 转换成我们对应的需要的这个数组的格式 我们直接image pass 把这个路径给到它 就是我们第一张图片1.jpg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加载进来 就可以了image 就会等于load image 然后呢把这个路径输入进去image pass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告诉它 我希望它加载进来之后 它的一个尺寸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是24x224的对吧 因为这个才可以直接用于我们这个 VGG16的一个模型的一个特征提取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加载进来的这个图片 它的一个类型 我们就直接tap 我们看一下count import name load 这个打错了 load对吧 load image 好 我们进行一下 没有问题 对吧 它这个pillow的这种image格式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一个可视化 就是visualized image 那我们就是matplotlibinline 然后它可以在Jupyter显示出来 然后frommatplotlibimportpyplotasplt 然后我们就直接创建一个图形 fig1就是我们plot 然后fig 那我们这个fig size呢 就会我们直接是一个方形图片吧 因为我们这个图形 它本来应该也是方形的 我们就5乘5的 我们就直接把这一个plotinsure 对 因为是展示这种图形的 我们就是insure 然后我们把这个图形给到它 就是image 那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诶 我们看到这个苹果已经加载进来 那我们单张图片 图形已经加载进来之后 我们把它转换成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书组的一个格式 我们就直接把image 就转换成对应的一个 image to array就可以了 image to array 然后把这个image给到它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类型 type image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转换成功 当然这里面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就是image 好 运行一下 诶 它是一个nd array的一个书组 好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就是特征的一个提取 那特征提取呢 我们先一样的 我们要先载入我们这个VGG16这样的一个库 以及对应它的一个模型结构 那我们就from keras它已经自带了 对应这个VGG16相应的这个结构 VGG16 我们就import VGG16 然后呢 from keras applications VGG16 就是我们import a preprocess input 就是直接对我们这一个数组可以进行一个格式的一个预处理 好 我们这里呢还要import我们这个numpy 这里呢我们还没有引路进来 importnumpy as np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在这个卷积神经网络这个章节 我们已经做过了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model VGG 我们VGG的这个模型 我们就直接创建这样的一个实例 VGG16 然后呢 我们要把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些系数给加载进来 就是它的weights 就会等于imagenate 然后呢 我们不需要它的这个输出层 就include 这个top呢 就等于force 就意味着 我不需要你的输出层 我只需要你前面的这一些提取特征的层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 我们还要把我们就是之前这个 已经转换成数组的这一个图形啊 我们还要给它加上一个维度 因为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张图片 因此呢 我们除了224乘224乘以3之外呢 我们前面还要再加一个维度 如果大家对这个已经可能又记不太清楚了 大家也可以回到我们原来卷积神经网络的一个章节 再去回忆一下 弗莱老师之前和大家介绍过 就是我们增加这个维度的方法呢 也非常简单 就np 然后调用这个expand the dimension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增加一个维度了 我们就是在原来image的输出层上面 我们再加上一个维度 axis 0 那这样的话呢 它会在前面增加一个维度 我们可以在这里先打印它们的效果看一下 我们原来image的shape 你看是224乘224乘3 那我们这里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print x shape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增加了一个维度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它的第几张图片 那除了这一步啊 我们还要再加一步就是 我们要进行一个这个书组的一个预处理 把它转换成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个格式 可以直接用于VGG16模型的 那就直接调用它的一个preprocess input的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已经完成了 那这里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了 就是特征提取 那特征提取的方法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我们就直接features 就会model 我们这个VGG的模型 直接调用predict的一个方法 那因为我们已经把它的这个输出层啊 给去掉了 所以呢 你提取出来的呢 它就是对应的我们所需要的这一个特征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它的这一个对应的一个提取结果 可以它的一个维度可以打印出来看一下 features shape 我们可以看到 7乘7乘512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VGG16 它在进行这个flatten展开之前 它输出的一个结果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就是把它展开 那也就是flatten 那就是我们这个features 就直接进行个reshape就可以了 把它这个维度呢 都转换成只有一行的 reshape 一行对吧 然后呢 就是我们看这个7乘7乘512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flatten之后的全连接层的这一个结果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结构 和我们要新建的这个模型给连接起来 去进行一个预测 我们可以看一下转换格式之后 它的一个维度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print它的一个shape 已经可以了 25,088 这个其实和我们之前提到这个VGG16 完成这个特征提取之后的这一个维度呢 其实是一样的 好 那这里啊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单张图片的一个特征提取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图片的一个批量的处理 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已经感觉敲了些代码 有一些就是晕头转向了 没关系 大家可以再去回顾一下 我们上上个小节和大家提到的这个代码准备环节里面 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图片的批量处理 首先第一步 我们就是先把我们这一个对应的图像 他们的所有的文件的这个名称都加载进来 那之所以这一次Flyo老师要教大家 因为以后大家只要是涉及到了 真正的去建立一些机器学习模型的时候 你可能很多时候都要进行这种操作 所以呢 虽然这个相对来说 可能和我们这个机器学习深度去并不直接相关 更多是一些Python的基础依法 但是它非常重要 所以Flyo老师在这里也教一下大家 好 那我们首先就是把我们这个名称加载进来 list all the names of the data 对吧 我们把这个名称加载进来 那么引入自带的一些库 import OS 然后呢 把这个文件夹名称给到它 photo 那就是我们这个train data 就是我们这里有个训练数据的这个文件夹 就是这个train data 然后呢 我们要让它把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名称 自动加载进来 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Python的处理了 好 名称给到它 然后呢 我们让它这个名称直接获取到OS 它有个list directory 就是把它里面的名称都可以获取到 我们这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你看10.jpg 11.jpg 这里面各种jpg 其实呢 就是我们这些 对应的一些图片的这个名称了 非常简单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把这个名称 和我们这个文件夹的名称 这个train data的名称 合并起来 并且呢 我们会确保它里面都是 只读取了jpg的文件 那怎么样去实现呢 也非常简单了 好 我们进行一个名称合并 这里呢 我们先创建一个名称的一个空的一个list吧 来存储我们之后的名称 然后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便利就可以了 4iinders 就是对里面的所有的名称进行一个便利 然后我必须得确保它是jpg的文件 那不就是OS 我们可以获取到它的一个后缀 Split它的一个text 然后呢 我们可以单独一个一个文件的去获取 我要希望它的是后缀 所以是这个1 但我要确保它后缀是等于点jpg 就是我要确保它是jpg文件 那jpg文件的这个名称呢 我就把它给到我这个image past里面 我就append 这样的话 我这个名称就已经得到了 然后最后呢 我就再把这一个imagepast 前面呢 我要再加上我的一个这个folder 就是我的这个原来这个文件夹的这个名称 那我就是直接这样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字符串的衔接就可以了 那衔接的方式就直接这样相加 好 我们再把这个名称加上去 4iinders imagepast 好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啊 就是前面呢 它就会加上我们这个文件夹的名称了 那我们之后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批证读取了 print imagepast 好 我们前面这个print就不要了 好吧 我们运行一下 已经实现了 对吧 非常简单 其实操作起来其实也挺容易的 你看我们这里就是train data 然后我们这里之所以双斜杠 就是叫相对于是一个绝对引用 可以避免我们之后有些读取的时候可能会有些错误 好 那我们这里已经完成了这个名称的一个批量读取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再定义一个这个单张图片 进行一个特征提取的一个方法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方法完成一个批量图片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这里呢就定义这个方法 define a method to extract the features 就可以进行它的一个特征的一个提取 那我们这个方法的名称叫model process吧 就进行一个模型的预处理 我们这里呢要给到它这个图像的一个这个名称 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模型也给到它 我们就参考我们原来这个单张图片读取的一个方法 那无非就是先把这个图片给加载进来 对吧 加载进来之后呢 我就不需要再把它展示出来了 我就直接再加载进我的这个VGG16的模型 然后我就直接可以先对这个图像啊 转换成数组以后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预处理 然后就直接进行一个predict 就可以完成一个特征的提取 好 我们这里呢直接操作一下 我们首先就是把这个图形加载进来 就相当于是个临时图片 load image 然后呢我们就这个image path 路径 然后我们告诉它target的一个size 就会等于224 224 我们这里是一个图形的加载 加载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 转换成我们对应的一个array image 然后我们就要把它进行一个维度的一个展开 那就是x会等于mpexpanddimension增加一个维度 然后把这个image 然后axis是会等于0的 然后我们再进行图像的一个数组的一个预处理 这样的话才可以应用于我们这个VGG16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好然后最后呢我们就直接x对应的这个VGG 就可以直接调用model.predict 调用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个x给到它 这样的话相当于提取出了特征 提取完之后呀 我们要把它进行展开 那么就是xVGG 就会等于我对应的一个就是xVGG 就会等于我对应的一个就是xVGG 然后进行一个reshape reshape 然后7乘7乘512 好那最后呢我们找到这个结果返回出来 retend我们这个xVGG 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直接调用这个方法 就可以完成我们这个图形的一个加载 以及它的一个特征提取 好那我们这里可以运行一下 没有任何报错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一个图像的批量处理了 图像批量处理 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简单了 我们首先创建一个变量 用来存储我们这一个所有的这个图形的特征 我们就叫做fiatu features 我们前面已经有个features呢 就是指我们的这一个单张图片的这个特征 那我们这个feature stream吧 相当于是所有的这个图像的这个特征的存储在里面 首先就创建成一个全部都是0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组吧 然后它的一个行数呢 就是我们这个image path里面对应的一个行数 image path 就是它对应了有多少张图片 然后呢它的列数呢 其实就是7乘7乘512 好 那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单张图片提取出特征之后 它的一个特征数量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图片的一张一张的一个便利 4i in range length image path 看总共有多少张图片 它就会一张一张去读取 然后我们就建立一个临时的一个变量feature i 我们就第1张图片 它的一个特征就会存在这个feature i 里面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对应的这个图片的路径给到它 feature path 然后我们是第1张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model vgg 给它加载进去 然后我们再可以尝试打印出 它现在已经处理完了第几张 我们就是pre-processed 第几张对吧 我们把这个名称显示出来 image path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它处理到第几张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一个就是处理好的这一张的这个数据啊 就存储到我们这个feature string里面去 那么就feature string 这里呢是有一个s的 然后呢di行就会等于我们这一个feature i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已经完成了我们这个图像的一个批量处理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一张图片 诶 你看到它说pre-processed一张图片一张图片 那我们这里啊总共会有200多张图片 所以这个时间会稍微久一点 那我们就先等它把这些图像处理完完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会把我们这一个feature string的这个维度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看一下 那理论上我们有230张图片 那它应该是230行 然后对应的呢应该就是7乘7乘512 也就是对应这么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列数 好 我们先等它处理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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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